张盖为还宫时的旧臣 当年楚王劫鲁公伐旗的时候 张盖奉命使鲁 一番口舌令鲁公不再出兵 楚人见鲁人不动了 一退兵休战 创下了以口舌屈人之兵的外交佳话 金一垂目早已经不问国事了 此番一事必将特召他来 一是想听听他的说辞 二也是借他威望压制邹纪 因他近日来越来越笃定 田济出走是场冤案 而邹纪则是这场冤案的发起者 设魏诸师不能听他一人的 见场面冷清 断肝伦 率先出声 陈以为 魏人前翻法赵 金又法寒 仗的完全是秦国势力 秦魏合体 三进裂分 魏人无论是灭赵还是灭寒 于我都是不利呀 我既已救过赵人 我既已救过赵人 今日一当救韩才是 段干轮出口就是救韩 邹纪忍不住了 睁眼说道 韩是为纵国 今有难身为纵清国之一我理当救援 只是如何个救法 则需商务 则需商务 纵清国非我一家 如果不出陈料 韩王写书也必送达赵 楚王亭 既然都是纵清国 赵人为何不救 楚人为何不救 再说苏秦 既为六国外相 自也是我齐国外相 然而观其作事 先偏焉 后偏赵 金又偏寒 很少为我着想 前番我王听信此人之说 举兵救赵 结果如何呢 我村土未得 将士商王确近三万 粮草自重 损耗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唯一的成功是救赵人脱难 走迹言辞这般的激烈 不仅否定纵清 而且也对苏秦颇有微词 众人皆是恶然 场面再度冷清 走迹显然未完 继续慷慨陈词 三进于我 虽为唇齿 但并不相依 前番我救赵人 他日赵人 或会加兵于我 今日就寒 其理如是 臣之间 寒人之难 不如不咎 不咎寒人 显然不是必将心中所想 见众人谁也不说 必将长息了一口气 看向了张盖 张盖 捋了一下满把的白须 字字如锤 臣 赴断甘伦之论 无论承认与不承认 今日天下一入纵横大局 纵亲 不利于秦 恒亲 则不利于我呀 三进分合 不仅关乎纵亲格局 关乎天下未来 亦关乎我国切身利益 天下列国三进居中 三进 为人居中 秦国连横魏国向北攻照 向南伐寒 目标只有一个 一捅三进 三进如果由魏一捅 魏人势力必大 亦必向东谋啊 今日 我若不就寒 等于尽弃前翻 旧赵之功 欲两万将士的鲜血 也将付诸东流矣 张盖之言 阵龙发聩啊 极具说服力 搜记嘴巴 先动了几下 似乎没有寻到何事说辞 又闭上了 必将看向田英 张老之言 爱卿可有意义 田英目光扫过 邹记张盖和段甘伦 落在了碧江山上 笑了笑 回禀殿下 臣以为 邹相国张老之言 皆自成礼 谈 既不当旧 也当旧 田英两边做好人 谁也不得罪 邹记张盖 各自沉连 断甘伦 却笑了起来 我说尚大夫 你何时学会 取奸耍华了 旧就是旧 不旧就是不旧 你这般说词 就等于没说 田英回他一笑 看向了碧江 提出了具体问题 哎呀 段甘兄 所言极是啊 诸位所谈甚大 臣眼力不济 看不远 只讲一些细事 若从相国之意 我不就喊 则举国轻松 百姓得养 臣民皆大欢喜 若是就喊 我当如何去救呢 可敌旁捐者 唯有孙殡 可服五都之兵者 唯有田姬 今孙殡已死 田姬出奔 臣 说到这儿 田英顿住了话头 卖过脸 看向了庭外 显然 田英提出的 是现实问题 眼下不是旧与不旧 是拿什么来救 逼走田姬的 是邹姬 田英此话 虽使邹姬脸上火辣辣的 但田英此话 却也是在 有意无意地 附和自己呀 为不出兵 寻到了结实的论据 是以邹姬 不感谢地 看了他一眼 回忆一笑 没有田姬和孙殡 齐国 就无人能敌 旁娟 即使出兵 也必败无疑 田英此话 无疑是堵了 张盖 段甘伦的话头 点中了 齐国的死穴 毕竟 长叹了一声 哎呀 若是我不出兵 又该怎么向苏子 并寒实解说呢 走迹来尽了 不失时机的进言 殿下 兴兵法国 既为国之大师 出兵当身 寒实那里 臣可以回话 至于苏子那儿 殿下何不推给王上呢 推给父王啊 必将心头一动啊 还甭说 邹记出的真正是个好主意啊 因为父王的病态 必定瞒不过苏秦 而面对这样的君王 苏秦必也是一筹莫展啊 于是必将决断 嗯 就一相过 得到必将御旨 苏秦急往雪宫 觐见威王 雪宫 肯定早已经得到殿下指令了 当值内宰迎出 带着苏秦直驱殿中 威王 却不在殿内 苏秦跟着内宰 连绕了几道弯 来到了雪宫后花园中 远远望见威王的背影 内宰指了下威王 礼让道 陛下就在前面 苏大人请 见威王一人孤零零的面书而坐 苏秦迟疑了一下 看向了内宰 内宰把脸转向了一边 显然不想多话 苏秦 驱步进前 据威王五步之遥 跪地扣道 臣苏秦 扣见我王 威王一动不动 仍然面对着一棵老秋树坐着 苏秦 摒弃宁神 后有半赏 见威王仍未说话 覆扣道 臣苏秦 叩请王上万安 威王仍旧未动 苏秦又厚两酒 大是诧异 回事内载 见他仍旧站在原地 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苏秦 似是意识到什么 缓缓起身 驱至威王的侧面 凝视他 苏秦看清了 坐在眼前的正是威王 只是一脸老相 须发皆白 威仪不在 嘴角 流着咸水 痴呆的两只眼珠子 死死地盯在面前的一个 大树柳上 似是在观赏他 又似是熟视无睹 只是对着他冥想而已 难道是威王故意 扮出这副模样 以应对自己吗 想到此前来时 威王总是变着发的 与自己捉迷藏 苏秦心里打了个哼 急又跪下 小声禀道 王上 威王仍无反应 苏秦加大了音量 王上 威王这下听到了 身子动了动 牛脸看了过来 对着他傻笑 咸水从下巴上滴了下来 在全白的胡须上 形成了一条细线 吹到了地面 苏秦再拜 王上 陈苏秦 叩情万安 威王只是对着他傻笑 咸水又垂下一道来 威王的这副样子 绝非装出来的 难道是 苏秦陡然意识到什么 眼前浮现出 小时候见过的 一个邻村的老人 天天坐在衣水岸边 对着一堆茅草 呵呵的傻笑 嘴角流出咸水 一如威王这般呢 苏秦本能的 打了个寒战 难怪身边没有公妃 连内宰也 威王 这是真的病了 患的 这叫呆症 想到王上曾经的威仪 苏秦泪水就流了出来 跪前几步 从袖中摸出一块丝绢 为威王抹去嘴角 咸水 声音颤抖 气不成声 王上 威王抖 威王依旧呵呵傻笑 贤水擦掉又流 一个坐着 一个跪着 一个流贤水 一个擦贤水 一个呵呵傻笑 无忧无虑 一个出境伤情 心中滴血呀 这对君臣 就这般相对而坐 不知过有多久 内宰 引着两名工人过来 一人架起威王 一只胳膊 将他架回了宫中 内宰眼中也滴泪 苏大人 您这都看到了吧 王上 这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是在田将军出走 孙将军亡顾之后 想到威王 是为失去两位爱将 才成了这样 苏秦再出悲声 离开雪宫的时候 内宰扯住了苏秦 吩咐他 对威王病情千万保密 并说这是殿下的旨意 苏秦点头允过 不无感叹地回到了记下 将剑文一一讲给了孙殡 二人未叹一番人间世事 再次回到眼前情事 苏秦分析道 入宫前 遇到田文 他悄悄告诉在下 说是昨日殿下 召请他父亲 走机 短甘伦和张盖四人 入宫议事 很晚才回来 今朝殿下有意放任在下 前往雪宫 奏请旧函 说明昨日一事 不利于我呀 陛下病情 是其宫最大秘密 殿下有意放任在下 入宫请奏 有两个明显的用意 一是告诉在下 其宫之难 二是推诿 拖延旧寒事宜 眼下陷入僵局 该当如何是好呢 孙定应道 可问田英 苏秦思考有情 亲笔写就一道请简 交飞刀舟 递给田文 事业 一辆马车 迟至计下 在苏秦府门外停下 苏秦扬出 果见下车的 是田英父子 田英一见面 就抱拳致歉 哎呀 苏兄大家光临 英未能迎接 惭愧 惭愧呀 苏秦还过礼 呵呵一笑 田兄客气了 是在下礼数不到啊 在下本当亲王府中 拜业田兄才是 哎呀 苏兄这是打人脸哪 田英回忆一笑 扯住苏秦的衣袖 悄声说道 听文儿讲 贵府来了个义人 快请言见 在下好奇一路了 哦 田兄 请 苏秦伸手礼着 田英顾不得客套 大步进入 赶至客厅 见灯火通明 灯光下 一个亮亮的人头 闪闪发光 单看那头 就晓得是淳于坤了 田英跨进厅中 四下张望 见除去淳于坤外 并无外人 不诧异地 回头看向了苏秦 淳于坤 晃动几下光猫壳子 瞇着眼 盯向了田英 天大人 你这是在寻啥呢 啊 寻人 淳于坤斜了他一眼 晃了晃脑袋 爆出一声 长长的富有越感的 怡子 指向了自己的光头 我说 星天的 只几日不见 你这双小眼 就这么快 就瞎了 哎 在下有鼻子 有眼 有头脑 有脸面 方才还被 当作人看呢 难道此时 就不是人了吗 田英 摆了 淳于坤一眼 哎呀 去去去去 甭凑着呢 在下要寻的是 一人 田英说着 眼珠又 专了几下 目光俱斗了 苏秦身上 淳于坤 呵呵又是一乐 哈哈哈哈 一人呐 你怎么不早说呢 说着 淳于坤 打了个呼哨 一条小黑犬 飞窜了进来 先在他面前 摇了几下尾巴 发出了几声 轻快的呜呜声 之后挨个人 嗅了一遍 赴到淳于坤 跟前蹲一下 吐着舌头 等候指令 淳于坤吩咐道 一人呐 你田书寻你呐 来来来 快给你田书 亮几招本领 话音落出 淳于坤轻声地 哼唱了起来